買不到雞蛋這件事情 從去年就已經有人預警了說 今年可能過年期間會買不到雞蛋 會有缺蛋的問題 當時的農委會告訴大家說 不會買不到雞蛋 是買不到去年蛋價偏低的雞蛋 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買比較貴的雞蛋 你不要想買低價蛋 是買不到像去年一樣的低價蛋 是會買到雞蛋 果然今年開年以後 1月底農曆錢 現在其實大家真的已經買不到蛋了 2月6號有民眾投訴 現在量販店50元以下的平價蛋 已經全部通通都賣光了 蛋價現在回到了美台金36.5元 創下20年的新高 果然農委會的這一個官員一說 你買不到偏低的雞蛋 馬上給你一個歷史高價 36.5塊20年新高的蛋價 現在開學了很多學校的營養午餐 也買不到雞蛋 這個雞蛋的缺口 大概是每一天恐怕有好幾十萬顆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形 是因為去年的疫苗失效 導致了除雞蛋量的死亡 接著夏天很炎熱 沒有熱死的雞 也熱到生不出雞蛋 8月碰上了823水患 淹死了很多雞 這種種的因素造成了 去年下半年就開始有蛋荒 但是我們農委會官員一直說 不可能沒有蛋荒的問題 是買不到便宜的蛋 事實上蛋價從去年的中旬開始 到今年1月初都已經到了36.5 這個是20年來的新高 農曆年前 農委會開始啟動南蛋北送 價格稍微可以穩定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業者抱怨說 雞蛋已經叫不到貨 雜貨店送來的蛋 一送來就立刻被搶光 要開學了 很多營養午餐的用膳 恐怕裡頭都沒有雞蛋 連小朋友在學校都吃不到雞蛋 可是我們的農委會官員 還是在告訴大家說不會不會 只是買不到便宜的蛋 還是有蛋 是這樣子嗎 袁芝 我覺得我們農委會 在整個事情當中 就是沒有說實話 因為的確過年就是有缺蛋 我們的板橋的鄉親就有陳情 在一個市場裡面 兩家雜貨店買不到一顆蛋 的確就是有缺蛋 你到一些大賣場去 他限制你買蛋 一個人只能買10顆或1盒 去年的時候 現在蛋有配額就是 因為買不到 就是買不到所以他就做一個配額 我們農委會在之前 大家開始注意到有蛋荒的時候 農委會怎麼說 大家非常緊張 不是買不到蛋 是買不到便宜的蛋 所以代表說還是有蛋 只是蛋比較貴 所以就沒有說實話 過年大家就遇到這個問題 買不到蛋 其實農委會如果 他告訴大家實話說 因為有機制的問題 有機制大量死亡 不管是遇到淹水或疫苗出問題 或天氣太冷生不出蛋 請大家供體時間 我覺得消費者是可以接受 也可以體諒的 比如說一般消費者 我盡量可以找一些替代的食品 我就不要去吃蛋 蛋商他針對一些營業用蛋 他們供應是比較穩定的 比如說供應給旅館 或者是供應給飯店 或者是麵包店 他們做生意 因為有簽約 這個部分是沒有差 他影響消費者 所以他送到量飯店 送到一些的通路上 因為消費者零售通路 是會有影響 消費者如果可以供體時間 大家可以預作準備 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沒有告訴大家這個問題 結果到過年了 大家去買蛋 高高興興要煮個年夜菜 要煎一個蘿蔔糕 結果我怎麼買不到蛋 失去年味 因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提醒我們 所以整個問題是 他沒有說實話 現在農委會有告訴大家說 大家不要緊張 我們現在的蛋 大概到2月的供應量就會回穩 這是今天新聞農委會所講的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一個蛋商朋友告訴我 他們前兩天蛋價開紅盤 什麼叫開紅盤 一斤高達45塊 就是他整個價錢高達45塊 已經是最高了 大家都知道 價跟量一定是相關的 為什麼這個價 可以到45塊一斤 因為量不夠 所以如果按照 農委會的說法2月回穩 現在就是2月 為什麼他的價這麼高 代表農委會 還是沒有說實話 所以真正根據蛋商的評估 這些蛋什麼時候量才回穩 應該要到清明節前後 4月 跟我們農委會講差兩個月 你還不跟大家說實話 我們現在到底要不要 採用替代食品 或者是去買一些蛋 多放在家裡 你還是沒有說實話 現在農委會還講出一個 很好笑的說法 他說因為過完年 很多學校開學有團散 或者是營養午餐 這個蛋需求會增加 可是大家不要緊張 我們已經從南部 掉了好幾箱的蛋往北部來 還供蛋無餘 南部也有學校 對 南部也有學校 而且這個蛋全國是統一的 本來北部蛋都是南部運上來的 你缺蛋就全國的問題 並不是說你把南部的蛋 運到北部來 南部就沒問題 南部也會缺蛋 所以整件事情 我認為農委會就是 沒有說實話 說幹話 不是買不到蛋 是買不到便宜的蛋 這不是跟我們上一個題目一樣嗎 我以為你要說去年的衛生紙之亂一樣 就是說買不到衛生紙 大家就排隊買衛生紙 現在農委會一說真的有蛋荒 搞不好大家就去排隊買雞蛋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農委會不敢告訴大家實情 我覺得農委他是完全不知道實情 所以他一再的在 用這樣的方式在推卸一些責任 然後告訴大家說會有蛋 只是現在稍微高一點 貴一點 實際上我們都很清楚 價格是供需決定的 今天這個商品會在市場上面暴漲暴跌 那絕對是跟他的供需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 農委會在農產品的供需失衡上面失能 這個事情在去年就已經發生了 他為什麼沒有預警 他為什麼沒有去進行一些調控 或者我們剛剛講說 一些宣導措施這些都沒有 因為他認為可能沒有那麼的嚴重 所以又再次的失控 然後又跟我們講說 幾月以後大家就會維穩了 結果沒有 我們看到的是 搞不好還有可能飆破50塊 現在已經到45塊了 其實你說如果照他講 開學以後大家團善又增加 那你不是在告訴大家說 這個價格會在